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品线 另外还将推出采用无边框设计 支持面容ID功能的IPAD 在Apple Watch上也会升级到更大尺寸的显示屏 备收好评的AirPods无线耳机也将迎来新款 而去年发布的AirPower无线充电器 也会公布发售消息 现在 外媒根据这些爆料 制作了一组iPad Pro和Apple Watch的渲染图 总体来看今年苹果对旗下产品在外观方面都会做出改变 就不知道你会不会购买了 距离新iPhone的发布会还有两个月左右 而对于iPhone似乎很多人都期待 它能拥有双卡双待的功能 现在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 苹果可能会在下一代iPhone中加入SIM芯片 传统的塑料SIM卡 需要放在卡托盘上 然后推入卡槽中 如果没有它 手机就无法获得运营商服务 而SIM是一种芯片 它实际上是被焊接到手机的电路板上的 除了不需要SIM卡托盘之外 SIM甚至不需要消费者 前往运营商营业厅更化SIM卡 当然 这可不是运营商高兴的事 目前国内Apple Watch 4 i3上的SIM技术到现在还没普及 如果新iPhone真有这个功能 不知道国内会不会阉割呢 今天 小米手机官方正式宣布 小米Max 3新品发布会 将于7月19日举行 宣传海报中一个台爱字凸显小米Max 3大屏大电量 那么还有一个大字 会不会是指内存的大小呢 此前 一次小米Max 3的手机 已经通过入网许可 配置方面 新机将搭载1.8GHz 8核处理器 预计为骁龙636 拥有3G加32G 4G加64G 6GB加128G三种存储版本可选 最大支持128G扩展 前置800万后置1200万像素双摄像头 另外结合之前报道 小米Max 3还将推出Pro版 其主要在处理器上换用骁龙710 那么期待大屏的小伙伴 你会选择小米Max 3还是荣耀Note 10呢? 区块链手机的话题 在最近逐渐火了起来 现在Siren Labs公司再次透露了 这款被誉为全球首款区块链手机的最终设计 6.0寸主屏幕的基础上 还有一块类似于FindingX的弹出式2寸屏幕 Siren Labs表示该辅屏会通过专用固件运行 主要用于钱包交易 而在参数配置方面 该机装备高通小龙845处理器 6G的内存 支持Macro SD哈扩展和3280毫安时容量电池 机身 背面装备了1200万像素摄像头 支持双向位自动对焦 那么敢问这款手机能与Apple Find DXP美吗? 随着智能手机的崛起 让一些非智能手机成为了小众产品 不过他们并未停止出新的脚步 现在 日本电信商AU宣布 将开发15周年纪念款InfoDark手机 其中XV代表罗马数字的15 预计秋季在日本上市 该机采用了旗盘状键盘 手机维持直立造型 拥有仅理NISHIKIDOI 茄子NASUKON 以及樱桃CHRYBROY 三种色系 该机还拥有Alt的4G通话 800万像素相机 此外还支持与智能手机联动的功能 可呼叫智能手机上的语音助手 目前该机售价暂未公布 不知道你对它有没有想法